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那边怎么样 一切都在原计划进行 很顺利 他没有怀疑你吗 怎么会呢 他一定是被你迷住了 这块地我是势在必得 就看你的吧 放心 我会尽全力帮你 钱我会按时打给你 有什么需要 就给我开口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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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边让我们拆 我们就得拆 上边 我问你 你们的上面 是哪一面呢 你是谁啊 你管得着吗 这是全省文明的古迹 你们也敢拆了 我问你 这是谁给你们的权利 你看看拆的这一地 还用上这催土机 行行行行 行了你 你算是哪个林子里的鸟啊 我告诉你 这儿是不是古迹 我管不着 这块地儿归我们开发 那就我们说了算 至于谁给的权利 说出来吓了你一跳 市里新来的市长给的 怎么着 没话了吧 该干什么干什么 别跟这儿捣乱 这又不是你们家祖坟 你 你什么你 你怎么说话呢你 你说我怎么说话 简直是胡说八道 谁胡 郭主任 没错 这块地是归你们开发 可是你们在规划书上 明明白白写着 要好好地保护这段城墙 怎么 你们就是用这铲车来保护的吗 郭主任 您看 您说的全对 我不知道您来了 您看 对不住啊 你别说了 我不想听你解释 谢市长 对不起啊 我一听出这消息 马上就赶过来了 谢市长 可是你看这 我还是来晚了呀 谢市长 你 过尾啊 得谢谢你 要不然的话 还很难制止 谢市长 您这说哪儿的话 这是我们的工作 没有做到家呀 您把这个八号地块的 规划图给我拿来 我想看看 好 郭主任 这是哪一家公司在开发呢 是金流集团 金流集团 一 ciao 金区长 你说这的情况啊 我都知道 什么 这事儿你执早 我知道 那 那就让他们用铲车 推土机来拆 鼓城墙 原来的规划 是要保护的 可是攻城上马以后的实际情况是 为了保护那段古城墙 工期就要推迟半年 咱们光密室等不及这半年 所以让他们把城砖拆下来 先保护起来 等开发区建好了 再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把它复原不就行了吗 这又拆又推的 它还能再复原吗 你我可都不是学建筑的 人家既然有承诺 一定有办法 老包 这肯定又是一个 无法兑现的承诺 我没夺你 这件事啊 不说你也知道 这块地 是我们光明市最烫手的山芋 曾书记在的时候 保护还是开发就真值不下 当时审理都来了专家组了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 不开发呢 肯定要得罪那些想要开发的 开发呢 又怕哪一天 审理哪位领导 想起了这些古迹 不好交代 这市政府不是批下来了吗 怎么又不让施工了 批是批了 批的是保护性开发 你倒好 连产筒机都用上了 害得那些老教授要死要活的 市长能不着急 那你就给郭主任 吹吹枕边风 让他在市长面前 使使劲的 老郭不是问题 但关键问题不在他那儿 那你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的关键 在这个谢仲华身上 保护还是开发 两边分量一样沉 谁也压不过谁 这样就平衡了 要想打破这个平衡 就要看这位领导 站在哪一边 公关哪 正面不行咱们侧面攻 直接不行咱们迂回攻啊 我想 在这个光明市 好像还没有我寒流 拿不下来的山头吧 这次全是联考的事情 我就是这个意见 那好 就这样吧 你滚牙口吓我一跳你 干什么了 我来请你吃饭 你晚上想吃什么 请你的 那咱们就去那个山头亭 高教授 胡老 很抱歉 这一阵啊 我一直在忙着春根工作 把八号地块的事 给割了割 谢市长啊 您不知道 这古城墙啊 是咱们光明市 最有代表性的古迹 是宝贝呀 如果拆了 那真是挖了祖坟 对不起祖先哪 咱们不能因为 一点点的经济利益 就自断根脉呀 你们二位也别着急 得相信政府 一定会妥善处理的 这个市长夫人呢 不好打交道 我再跟你说话呢 没有任何理由 就热情洋溢地请人吃饭 这么明摆地跟人套进口吗 你是说我应该找个借口 找个什么理由呢 你们女人之间的事情 我不清楚 女人怎么了 如果不是当初 我和包书记的夫人关系好 你应该当陈建筑主任呢 对对对 我能由今天全靠夫人一样 这齐雪 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请你吃饭 你可得祝点一样 她说句一句 倒是你跟儿子别一见面就吵 跟丑不认识的 我看她老妹长进 这心里面就着急 快点 开门啊 上等了 来了 来了来了 妈 妈 你又怎么来了呢 你好 儿子 皮静衣服 别着凉 没事 没事 妈 来 来 你先走 爸 爸 你也坐 来坐 坐得累了 累了 干嘛呢 这一惊一乍的 吃了饭没有啊 吃了吃了吃了 妈 来坐 你看 我给你做的好吃的 好 谢谢妈 谢谢妈 你不来看我们 还不许我们俩来看看你啊 允许 但是我求你们 别老老突然袭击好不好 嗯 沉稳 看来 你对字的鉴赏力 有所长进 就是缺少风骨 你懂什么 随风浅如叶 润舞戏无声 那个韩总 老跟我唠叨着 要约你出去呢 你总得给他一次机会吧 一个是金刘集团的老总 一个是程建伟的主任 傻子都知道 他约我出去什么事 韩总人不错 挺爽快的 接触一下没坏处 这个韩刘啊 也就是一个土大款 自以为了不起 以后 你少给他接触啊 城市建设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 老百姓的利益 更关系到党的形象 以前有这么一种说法 一栋大楼盖下来 一批干部就倒下去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呀 所以 我要向光明市人民群众 光明市市委保证 我们光明市 要一栋大楼盖下来 一批干部也要立起来 那天怎么回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怎么说也是歌舞团团长吧 怎么弄得跟小偷似的 对不起啊 倩倩 我们是光明正大在谈恋爱 我为什么要躲起来呀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女朋友 你想哪儿去了 那天吧 我妈让我回去看她们 可是咱们不是说好 给你过生日吗 所以我就推说 我说我忙我就没回去 可我没想到她们就过来了 你说 要是让我爸看到我为了陪你 我没回去看她们 她们该多上线 再说对你印象也不好呀 你就那么怕你爸 好吧 就算我原谅你了 不过我的生日可得补过 补补补 一定补 你说吧 要什么礼物 礼物呢 再说 不过 不过 谢敏 我倒是有件正事想拜托你 什么事 文化局要提一个副局长 你知道 我也是考察对象之一 其他的几个考察对象 都在找关系 你能不能找你爸替我说说话 我说话 你这么优秀 提上去也是理所应当的嘛 来 干杯 来 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 有个朋友想请你帮帮忙 那要看是个原则内的事 只要是原则内的事 没问题 原则 原则 那我算你原则内还是原则外啊 你当时是个原则内的事了 龙龙 凡是你点头的事 都是我原则内的事 他好厉害 我跟你说的不是别人 就是 金刘集团的韩刘 怎么 他是咱俩的事啊 怎么那么大反应啊 罗罗 你是不是跟他也 说什么呢你 随便说说 随便说说 是不是 骑雪也跟你说过 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这事 我觉得 韩刘这个人深不可测 光明是上上下下 他玩得都很转 就算 你在上一层 他也能帮得上你 想不到这个韩刘 有这么大的本事 这么多人替他说话 我就不搭理他 他不就是一个土豹子吗 自以为了不起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你问你 什么新年 你问你 是不是 我已在你 你问你 谁在你 你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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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那事我知道 不怪你 可是吧 我把郭主任 还有新来的市长都给得罪了 这倒是啊 你说我怎么处理你吧 您随意 您就是把我废了 我 我都没没意见 我还等着你给我立功赎罪呢 只要有您这句话 我挨叨走都认了 潘先生 您让我给您准备的东西 我给您准备好了 拍得好看吗 我没看 真的没看 真的 相当的精彩 让季东先生进来吧 韩总 听说您找我 那我必须跟您说清楚了 我既不是学建筑的 又不是搞房地产的 您看您 是不是找错人了 没错 我找的就是你 季东啊 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多大的人才呢 成交 恭喜四十九号女士 以十五万元的价格拍得这尊 南北朝年间的牧师佛像 本次拍卖会上的一三八九号糖品 这幅作品是我国当代的著名书画家 东如先生的一幅静坐 随风前入夜 润物细无声 大家会会问来 这样的一幅字 这样的一幅珍贵的藏品 它的竞牌底价究竟会是多少呢 请大家竖起耳朵听仔细了 它的竞牌底价格为四万元 有没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 有没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 十万 第三排的这位戴眼镜漂亮的女士 出价十万元 请您再一次 局局您手中的牌 好 三十三号女士出价十万元 有没有比十万元更高的价格呢 有没有 第四排的十四号男士出价十万零五千 有没有比十万零五千这个价格更高的价格 有没有 二十万 三十三号女士出价二十万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十四号男士出价二十万零五千 三十万 三十万整 好 三十万第一次 三十 十四号男士出价三十万零五千 四十万 三十三号女士竟然出价四十万 好 四十万元第一次 四十万元第二次 十四号男士出价四十万零五千 三十三号女士您还要继续加价 好 四十万零五千第一次 四十万零五千第二次 四十万零五千第三次好成交 恭喜十四号先生拍得这副仓品 郭大主任 说话方便吗 您的莫保我四十万帮你成交了 应该怎么谢我呀 郭主任 让您久等了 没关系 我等的不是你 郭主任是在等白大主持吧 郭主任 郭主任 你为了见我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知道您忙 除了白大主持 谁能把您郭主任约出来啊 你跟我太太跟白城路接触 我没什么意见 不过 你想通过他们 来达到帮助你的目的 那你就打错算盘了 郭主任 我最喜欢的 四十万买我的字 这对别人来说 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可是 我郭某 不吃这一套 郭主任 您先别急呀 您先看看这个 这什么呀 看看就知道了 郭主任 忘了告诉你了 这栋别墅是我送给白晨璐小姐的 所以比较熟悉 不过您放心 我是不会耽误您的前程的 我只是想请郭大主任给我们金流集团 帮点小忙罢了 你们玩得高啊 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跟韩联合起伙的给我下套 那别说是韩联送给你的吧 那姓韩哥跟我说了 我什么都知道 行 我认在 不过既然你们这么对待我 我郭伟也绝不会轻饶你们 等等 怎么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还想继续欺骗我吗 我承认 这房子是韩联送给我的 我也承认 是他让我来勾引你的 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对我 其实 其实 在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我已经爱上你了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 我想把我想的说出来 你看 你们俩人一来 给我炒点菜 这家里菜有点热乎气 我的书记 您看 您这都乱成什么样了 你大姐这一走啊 我也没心思了 书记 大姐都走了半年多了 你也该为你的将来想一想啊 你的心意我都知道 你大姐刚走半年 这事以后再说吧 书记 过几天我们商业局有场演出 想请您过来审查节目 审查谈不上 到时候 提前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爸 爸 我说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你妈有什么事了 不是 不是 我有一个事要麻烦你一下 什么事 我有一个朋友 特别好的朋友 想调动一下 你看看 你看看 你把我平时跟你说的话 你全忘了 你怎么替你的朋友 跑关要关了呢 不是 爸 你听我说 他资历 学历 能力都够的 就差一层关系了 他要是都够了 组织上会考虑的 用不着你来替他跑行 知道吗 他是我女朋友 你说什么 他是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 我跟你说 女朋友 女朋友那更不行 爸 我可 我可是跟你说过的 这是我的大事啊 好了 好了 你没见我这边 正忙着了吗 你先走吧 先回去吧 你放了心上啊 woods 你早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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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我醒来 你早过来 你早过来 不要再放进去了 你早过来 你早过去 你早过来 你早过来 我早过去 是不是缺钱了 我说你小子 可真太没良心了 打小就抄我作业吧 就连情书都是我给你写的吧 好 好 咱不说 今儿咱喝酒 我这这么大一桌 还有谁啊 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这就是我向你介绍的那位朋友 也是我的领导 韩总 幸亏 我就献名 早就听季东提起过你 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就跟季东说 你这种人才得赶紧挖到我们公司来啊 季东告诉我 像你这种人才得我老总亲自出面前 三顾茅庐嘛 感谢韩总的厚爱 我呢 也不算什么人才 这两年呢 自己经营了一个小公司 对了 不知道韩总您的公司叫 金流集团 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金流集团的 韩老总 客气了 我这个小地方菜的味道还不错 一会儿得多吃一点啊 十三层的酒楼 您管它叫小地方 不愧是韩老总 不敢不敢 以后有好的项目 咱们可得合作 或者是什么 你本来的 只能想吃 那你不愧是 你不愧是 什么 不愧是 你不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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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到啊 韩董 人准备了吗 准备了 相机准备了吗 准备了 照顾好了啊 您放心 估计当然要保护 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尺度问题 光明市的城市建设刚刚迈开步子 我们不要一不小心打击了广大干部群众 搞城市建设的积极性 我是这样考虑的 等新书记到人后 再研究如何保护好不好啊 老郭 忙过春耕以后不会晚了吧 眼下的事太多了 我怕顾不上 你顾不上也得顾啊 人家都已经使用上推土机了 万一要是古城墙给毁了 你我俩可都担当不起啊 再说现在 全社会都非常关注历史文化遗产 好吧 我考虑考虑 好 怎么样 谢总 光明商场这笔买卖划得来吧 韩总 这么大的光明商场 你才卖给我七百万 这七百万而且是你借给我的 利息又收得这么低 我就不明白了 这么大的便宜 你干嘛让给我呢 看来 看来谢总也是个小心谨慎的人 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没错 我是给了你个天大的便宜 甚至便宜到你自己都不敢相信 可是你忽略了一点 你也是有资本投入的 我 有了你 这个项目才可以顺利的从政府的手中拿过来 什么项目 八号地块 你是市长的儿子 就算你的父亲 不会为你的事情开口说话 可是底下的人 还是会买你这个面子的 所以你也不要有什么顾虑 就放心大胆地干嘛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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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我们现在新来的谢市长 你一定听说了 她的老婆能力资历没得说 在原来的势力工作时 就要提教育局局长了 愣是被谢市长给压下来了 到现在还是个孩子王 她那个儿子也一无所沉 像她这样的干部啊 也许是个好干部 不过她对于我们女人来说 就不是一个好丈夫了 报书记对你来说 年龄是大了一些 不过现在人对年龄的看法 完全不一样了 五十多岁 政治壮年 是人生最成熟 最有魅力的阶段 而且最珍惜感情 我知道 报书记是好人 可是我还是接受不了 齐姐 你是一片好意 还是别说了吧 李倩 我也是一片热心肠 替你瞎着急 是 是 是 我知道齐姐是为我好 知道就好 最后啊 我再说一句 你应该和包书记啊 多来往来往 一来呢 你们相互了解一下 二来 你最近不是想往局里调吗 你干嘛不接我电话 对不起啊 倩倩 我没能帮上你 你爸 他不肯帮我 不 我爸 我爸是 是觉得你 你只要有实力 你自己就能胜上去 怎么了 倩倩 生气了 啊 我没生气 你爸说得对 也许我应该靠我自己 倩倩 我就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让我心里好有个准备啊 你爸这不行 我可以去找别人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开口吧 你知道吗 你耽误了我的时间 就算现在我再找别人 都未必来得及了 我就不明白了 一个副局长就对你这么重要 你不知道 现在歌舞团的效益 越来越差了 如果不抓住机会的话 以后可能连工作都没有了 我不像你 有那么好的父母 可以衣食无忧的 你知道我从来就没有 依靠过他们 所以我也不希望你依靠 你难道不觉得 现在这个社会 等级分化越来越严重了 一切都是拿钱来衡量的 没有钱 没有地位 你甚至都没有办法生存 你知道吗 你是嫌我没有钱 我养不起你了 我只是觉得 万一歌舞团真不行的话 你能支撑这个家吗 到时候不止我们两个人哪 还有我们的孩子 还有我的父母 你能给他们 最好的生活吗 都没有伤害 你怎么变成这样 我没变 是你太理想化了 这就是这座老城墙 光明市的这块地 已经等待了两年之久 可还始终没有动静 这里的老百姓 也迫切地希望 能够住上不漏余的房子 温暖的家 两年后 全国商贸洽谈会 将会在光明市召开 如果八号地块 能够顺利地开发 这片废墟将会耸立起 一座标志性的建筑 和一座新城 如果错过了这次 最佳的开发时期 那么对于整个光明市的 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 都将是重大损失 同时老城区的老百姓们 也迫切地希望 通过这次开发 给他们带来新的生活 关于八号地块 本栏目将持续关注 郭伟 你在 谢谢市长 我说您找我有事 是啊 来 坐 好 谢谢市长 您看 这是我起草的 关于八号地块的调查报告 包书记呢 我也送了一份 我说你 反应得还是挺快 昨天晚上我看新闻了 一宿都没睡 所以就赶出来了 郭伟 我们政府的职能部门 要关注社会的热点 要在第一时间 拿出自己的意见来 好 很好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好有吗 我是郭伟 答应你一个事 我已经做了 好 就这样吧 你穿这红色真好看 这名牌衣服穿上就是不一样 服务员 这件我们要了 不行 琪姐 这 这太贵了 三千多呢 放心吧 我送给你 我不能 叫你拿着就拿着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 服务员 把刚才我试的那三件 和这一件都给包上吧 我找你 当我说 那我还要救你 你 要给我救了 我才能救你 要没有救我 能救你 如果她能救我 你还是救我 我还是救你 你自己在救我 知道我 那当你自己 这是我 不重的 公 그러 好 你不是有 About我 这是别人送我的购物卡 就这么花还花不完呢 这卡里的钱呢 是取不出来的 放在里边也是浪费啊 所以不如叫你出来 帮我一起花了它 妹子 你太单纯了 你看看这商场里的顾客 在这种级别商场消费的人 至少有一半 不是在花自己的钱 我想也是啊 中国人就算再富有 也不至于这么大方吧 没办法呀 有些人就是放着好日子 不要啊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生的好呢 不如嫁的好 这可是千古流传的 惊欲良眼呢 怎么把握机会 就要看你自己了 你要是成了书记夫人 那以后就得 我求着你带我出来了 那七姐 报数级 他是什么意思啊 他呀 就等着你开进口呢 喂 老婆 郭伟的报告你看着了 看了 论据有利 论证确凿 不错 我说你是个老土地了 你最有发言权 这八号地块啊 向来是有争议的地方 不开发吧 当地的经济发展不起来 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不上去 开发吧 又会招来一大批 保护老城的反对意见 我跟你说啊 郭伟的报告他写得很清楚 开发的利益 他肯定要高于保护的利益 而且是有计划 有规划的保护性开发 我看这个方案可行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你的意见呢 让他们严格按照 工程方案来进行施工 好 小米 别这样 妈看了心里难受 妈 我就不明白了 我爸他 他怎么能这么不通人情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爸他就这脾气 小米 吃点吧 妈 我吃不下 我出去转转 小米 我吃得uan 我自己不吃了 我去饭 你爸 还故事 你因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韩总 我想清楚了 我想得特别清楚 有钱 干嘛不赚呢 好 谢市长的儿子 才用了七百万 就买了光明商场 他真是赚了个大便宜 他还跟我说 让我不要告诉他爸爸 他真像个 没长大的孩子 李局长 你那小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我怎么看着你有些闷闷不乐呀 还不是老抱的那个儿子吗 听老抱的意思 他不太喜欢我 你知道吗 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他一次家都没回过 这样是不好 长期下去啊 会影响你和包书记的感情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七姐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这一时 我还真想不出什么主意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七姐 我听说啊 他儿子特别想出国 如果真能出去了 既能让老抱高兴了 也不影响我们感情啊 这是一个好主意 一举两得 你放心吧 我来帮你安排 我来帮你安排 那谢谢七姐了 你好 韩总 你好 韩总 韩总 你让我们八点都到 自己却姗姗来迟 是不是又约了别人了 光明市的两大美女都在这儿呢 我韩某岂敢不来呀 小店照顾不周 请多多包涵 来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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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卓人 可算见到您了 我本来是想找谢市长的 上次我跟谢市长说过 阻止他们拆那座古城墙的事 我估计啊 他们还是要用铲车推的 这是我们拍的好多 城墙被毁的照片 还有整理出来的 他们违规施工的详细资料 您一定要收好 千万交给谢市长 我说韩先生 那老城墙怎么办呀 这两天那老头还有那老教授 天天来闹来 这也不让动那也不让动 我都快烦死了 这事还有我教你吗 明白 明白 我明白 你干什么劲了你 我等你半天啊我 头儿 这么挨开工啊 开什么工啊 有什么关照啊 谁关照你 别给我拿烟我不抽 我告诉你啊 跟你说点正事 老到咱们工地来捣乱那老头 你知道吗 知道该怎么办吗 我告诉你 利索点 李局长还是你有面子 今天把孟姐都给请来了 我呀是真心想感谢两位姐姐 这么长时间对我的照顾 怎么样孟姐今天还行吧 挺好的 对了 我知道一个地方比这好多了 咱下次去啊 再说吧 我今天还有点别的事 你们先走吧 改天再聚 那我们先走了 回见 再见 你好 总台 我是洗衣部 有位先生的衣服房间号搞错了 请您查一下 郭伟先生是不是在1202房间 别着急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我帮你查一下 郭伟先生是在1206房间 好的 谢谢 不客气 谁呀 洛洛 谁啊 你 你 我打死你 我打你 小雪 小雪 我打你 我打你 你抄去 你还护着他 小雪 大姐 不要 小雪 小雪 各位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能不能和他离婚 罗罗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我对你感情是真的 我 我没问你这个 我只想知道你能不能离婚 罗罗 你听我说 我现在是市里副市场的候选人 市里正在考察我 我 够了 我明白了 喂 喂 白晨璐吗 哦 台长啊 商业局的齐局长打电话来跟我闹 说你破坏他的家庭 你快回台里 现在吗 马上 好 我马上回去 他打电话到我们台里 找我们领导闹 你管不管 好 洛洛 你冷静点啊 他逼我们领导把我开除 你管不管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我 也就是说现在你什么都不管 是吧 洛洛 只要我当上副市场 我一定给他离婚 现在离婚对我势头不好 洛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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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郭伟 你会后悔的 刚才大家 都谈了非常好的意见 下面请谢市长 就刚才谈的问题 表达一个明确的态度 好 我说同志们 我要求立即停止 对八号地块的开放 并且要严肃地处理这一件事情 老歇啊 郭伟的报告你是看过的 而且你自己也表示同意啊 是的 是的 我是看过 可是现在情况的发生变化了 郭伟他对高教授的调查报告 是瞒而不报 而且金六集团 他是违规开发 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慢慢地坐下来 和大家研究解决吗 如果再这么慢慢地讨论的话 我跟你说 那可真是来不及了 谢市长 我们可是一起组织 不能出尔反尔啊 我们先让人家开发 这工程上去了 我们又不让人家开发 我们的政府信誉何在啊 这怎么能说是政府在出尔反尔呢 是金六集团他在违规 在某种程度上 他是违法开发 我说同志们 我们在城市开发 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 这一个问题上 我们绝不能够目光短情 老谢啊 你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啊 对不起 同志们 我给大家看一封信 这是十天前高教授寄给我的 可我却是 你们俩人家 没问题 你还不断 不要勇敢 你照顾重备 我一直在监力 对不起 这件事 东西 没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啊 你是市委书记的夫人 只有你能有办法把她捞出来啊 你是说 你让我去检察院 对啊 他们是不会不给报处记面子的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件事情 让豹书记知道的话 你说 李机长 反不可没有时间 想那么多了 如果齐雪在里面 把我交代出来 恐怕豹书记 也会有麻烦哪 你说什么 豹书记的公子 是不是出国了 是啊 不过他是公费出国呀 真逗 你也不想一想 就他那个成绩 怎么可能公费出去呢 是我花了大价钱 把出国留学的名额买下来 然后再通过学校的名义 把它送给豹书记的公子 学费和赞助费的发票 我可都留着呢 要不拿给你看看 我说李大局长 你就别担心了 试试嘛 万一检察院不买你的面子 我这还有别的办法 那 那好吧 韩总 我去试一试 那我就静候佳音 我怎么办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你还找我干吗 碌碌 你知道吗 齐雪出事了 听说有人写信举报了她 是吗 是不是你捣的鬼啊 他让我生名狼藉 我就叫他生败名裂 洛洛 你听我说 滚 洛洛 你别这样 滚 你回来了 我来拿我的东西 顺便把钥匙还给你 我给你帮我劝一个人 我爸 爸 我爸 你想一想 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年 你有哪件事情你帮过我 你为了我的事情 你开过一次口 从小到大 你太绝对了吧 好好行 我们以前事情我们不说 我得求你 你为你唯一的儿子 你开一次口 你做一次顺水人情 我保证 这件事情完了之后 我什么事情都不会来麻烦 什么事啊 那么严重的 爸 这事你不帮我的话 我就倾家荡产 申办名裂 我说儿子 你没干什么犯法的事吗 我没有犯法 没有 爸 这事只有你一个人能帮我 爸和地块的事 是寒流他们让你来的 商人趋利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违规违法绝不能容忍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我把前院守得死死的 可是后院 已经起火了 行了 爸 我就问你 这个事你帮不帮我 这可能吗 这可能吧 乖 你 走 走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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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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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了 是吗 我是变漂亮了还是变老了 变得越来越像以前的我了 莫小长 有人找您 谁啊 你是为小敏的事来的吧 孟小长真是料事如神的 作为谢敏的母亲 我希望你能够放过我儿子 但是 作为谢中华的妻子 我告诉你 想通过谢敏来要挟谢中华 那是不可能的 想通过我 那更是不可能的 您先别急 我韩某某人做事 一向是光明磊落的 从来不想要要挟谁 我来呢 只是想告诉您 您的儿子他欠了我的钱 可是 他还不了啊 他欠你多少 我替他还 七百万 他欠了你七百万 这只是本金 对了 您敢看好了 这可是你儿子亲笔的签字 本来这个做生意嘛 借来借去的很正常 这个问题是 得有借有还吧 他借你这么多钱干什么 买光明商场啊 您说 他是市长的儿子 我 能不借他吗 你说的那个光明商场 是他买下的 对啊 齐学也是因为这个商场 进去的 不过您放心 齐学他没有把你儿子供出来 现在已经是风平浪静了 如果 谢明他真的为了法 他就得接受法律的制裁 你也一样 你也一样 韩总 真是好党员哪 不愧是谢市长的夫人 至于钱嘛 谁欠的 就应该谁来还 不愧是否 不愧是 我给你了 这子 不愧是 你去买光明商场 我去买光明商场 不愧是 你不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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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愧是 这 孟校长 现在您知道 您的儿子 不仅仅是经济纠纷 这么简单了吧 老歇 你看看这些群众来信 群众质问我们 封城刚刚上马 为什么就不让开发了 难道一辈子让他们住在那种 破旧的房子里 我听说有些群众 还要到省里去呢 你知道八号地块 有许多历史的遗存 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它 那老城开发怎么办 群众的意见怎么办呢 金六集团的开发 真正得意的不是老百姓 而是他们自己 他们在两年前 就用很低的价钱 把周边的地块给买下了 不是吗 不能因为开发商赚了钱 就让老百姓受罪吧 不能因为保护历史 就不搞城市建设 就不让城市发展吧 是是是城市固然应该发展 可是问题的关键 该怎么来发展 我们完全可以搞保护性的开发吗 不拆除历史的遗存 老房子古建筑 重新规划 重新来设计 我们可以在老城区 搞旅游经济 这样的话 老百姓的居住条件 它得到改善了 经济效益 它不也能上去吗 旅游经济来得太慢 老谢 你我这一届领导等不及 老百姓更等不及 老爸 别生气 我跟你说 那些百年千年的历史遗迹 要是给毁了 那是什么代价都换不回来的 老谢 说句淘心窝子的话 你我可是现任领导 八号地块是不是古迹 能不能保护 和你我有多大关系啊 这不是经济发展的政绩 作为一个党员干部 可不能一心只想着自己的政绩啊 为官一人造福一方 要是把这些千年的古迹给毁了 那你我俩还真成了姦谷罪人呢 总有什么能够 喂 倩倩 赶紧问一下儿子的学校 韩刘到底为他花了多少钱 抓紧还上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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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们夫妻这么多年 我从来都是听你的 在工作上 我从来就没有拖你的后退 是不是 今天我想求你一件事 你别再管八毫地块的事行吗 这八毫地块 要是不给韩刘 小米是要坐牢的 你现在能够救他 你为什么不 那是韩刘他们设的陷阱 我们可不能中了他的圈套 再说这也救不了孩子 可是我不能眼看着我儿子去坐牢 那他就毁了 这几个月来 这些人围绕的八毫地块 呼风唤雨 无所不及 要是我们包庇了孩子 要是我们包庇了孩子 这正是这些人求之不得的 孟平啊 高教授这么大年纪了 为了保护古城墙 不辞辛劳不怕危险 最后把命都搭上了 就是李永日 你写真是 我写真是 你写真是 孟平啊 现在唯一能够救儿子的 就是让他早得把问题给说清楚 我明白 我听你的 听你的 听你的 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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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啊 留下来吧 小曲 借酒消愁 管用吗 你还喝 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你真是让我们太失望了 你知不知道 你上了韩流的档了 现在事情很严重 是你们 是你把问题搞严重的 如果那个时候你把八号的一块 你批给韩流 我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如果真是那样 你犯的罪就更大了 我犯什么罪啊 妈 我只要把钱还给韩流 这件事情就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你糊涂 他为什么把那么多的钱借给你啊 七百万 那是我们谢家 几辈子都挣不来的钱 为什么 他要想控制你 等把地块披下来了 他还能放过你这个护身符 他还能让你干干净净地抽身而去吗 你还喝 可是 这钱是他借给我的 不是送给我的 他表面上是借给你 实际上是给你在下套 要把你套住 完了以后再来要挟我们俩 你爸说的没错 他已经到学校去找过我了 妈 他到学校去找你干什么 干什么 他让我替你还那七百万 还拿出几张 你和另外两个女人的照片 真是不像话 这个混蛋 妈 那天我喝醉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妈 你不知道不等于事情不存在 你不想的不等于别人没想 妈 儿子 不能再在这个陷阱里面越陷越深了 是啊 儿子 你要想清楚 你现在唯一的出路 就赶紧到检察机关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 要不然的话 事情可就不得了啊 好 我去 我去 我明天会去找他 我担心洗血反而会说出来 为了保险起见 你自己也做好准备 我提醒你 我能做的 也就是这些 你就可以抵抗我 上次你追着城墙的 那个老头死了 你最好出去躲一躲啊 钱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时间地点等我电话 你要一个人来啊 三点 三点 别玩了 大哥 怎么了 我就知道该出事了 怎么办 还不能跑 给我准备好钱了 还让我一个人去拿 我太了解他什么没人了 能饶得了我吗 看来我得另做打算了 他那些事的证据我全有 我怕什么呀 一会儿我就拿着证据去公安局 行 咱们走着瞧 你来晚了 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明白了 寒溜是个什么东西 你来这也是寒溜的意思吧 你 你要去哪儿啊 检察院 自首 你没开玩笑吧 其实也不是什么自首 只要进去了 把一些问题说清楚 就没事了 你真要自首 真的 我太庆幸当初没嫁给你了 你简直幼稚到极点了 什么意思啊 你真以为你这么做 就可以把身上的脑袋 水钱擦干净吗 我欠寒溜七百万不假 但是只要我把光明商场卖了 我就能还他 至于别的 都是寒溜栽赃陷害我的 就这么简单吗 谁都知道 你这个市长的大公子 在帮着寒溜要八号地块呢 可我爸没把八号地块给他 这就足以证明我没有帮他 你要是没帮他的话 他凭什么借你七百万 你知道吗 寒溜手上有一份八号地块的股份合同书 上面有包括你在内的一大串人的名字 而且都是亲笔签名 你要是把这些人得罪了 他们能饶了你吗 是 你是要去说清楚 你说得清楚吗 你说不清楚能回来吗 就算你回来了 你还能像现在的你吗 可我爸说只要我说清楚就 就没事了 你爸 你要是有点什么事的话 你爸也得受牵连 什么 你想了 现在还没怎么样呢 你爸要袒护你的谣言 已经满城风雨了 万一有点什么事 韩辽江会把所有的矛头指向你爸 就算他是清白的 到时候上面还会再信任他吗 老百姓还能再拥护他吗 他一辈子清清白白的 我可以收口 但我绝不能拖累他 你说吧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离开光明市 离开 对 越远越好 逃 不是逃 是暂避风头 你本来没什么事 干吗要蹚这个浑水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对 是暴树机的意思 你呢 先在外面安安稳稳地待一阵子 等到八号地块被寒流一开发了 那所有的谣言将不攻自破了 到时候你都可以大摇大摆地回来 你相信我吧 我不会害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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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哪一位 周华 小敏她关机了 你说什么 家里也没在 我们怎么办呢 孟平 你别着急 你先挂了它 我一会儿打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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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